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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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匹也是 上次不在經典一里那一場 又是一場賽事 閃閃身上來給你看 這匹是替天行道 這匹是怎樣看的 我很喜歡這匹替天行道 他上次在外檔中間殺上來 其實輸給頭馬 其實是一個多身位 但其實你臨場見到這匹馬 他的身體其實挺帥 挺壯的 頸部挺有力的 全身體積住了 似乎這次14檔 可能會吃虧一點 因為這匹馬 早點要找遮擋 要塞進第二疊 或第三疊 最後衝出來直路 他才會有一段後勁上來 但怕不怕 這麼快又要上陣 急速那些 因為他剛剛上次落地 在香港也不久 也不會 這次他加了一個眼罩 大摩都希望這匹馬 可能會集中一點 看上次跑 說回那場馬 有一隻很可憐 其實我之前兩隻都很喜歡 除了他之外 那隻匠男 進到直路之後 好像一路 他都沒有什麼機會騎過 因為沒有位置上去 直至過終點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騎到 這次他有份跑 這匹馬 其實來香港之前 我在賽前節目也說過 當時 跑長一點的路程 更加對 這次來說 匠男和替天行道 一起跑 兩隻都加成 匠男排的檔位 比替天行道還好很多 但上次在內蕩塞車 這次他排四蕩 會否又失一次 匠男的報紙 大家都很吸引 你看到他的步伐 提腳很高 典型的長途馬 很馬的步伐 這次排過內蕩 希望沒有上次那麼可憐 上次很可憐 如果真的要你們選一匠 加成的話 其實你們會看到哪一匠多些 我喜歡一隻匠男多些 因為替天行道 如果看血統 都是比較短的馬 你說慢慢到1800 真的要跑過才知道 匠男我知道 韜徒你都很喜歡 這匠馬就在英國 跑過兩次 即是贏了兩次2000米的賽事 其實在計場力 他肯定有 因為贏過2000米的賽事 即是一匹四歲馬 是一個高難度的測試 不是打打 即是贏過兩次2000米 這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加上一次大家都看到 在直路上他的魚勢 我經常都看馬的魚勢 最後一步也騎不到 馬是像帶騎士回來的那種點 其實上一次賽前 我們如果看過試集 其實兩匹馬替天行道 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看天行道 兩匹馬很近 當然替天行道會比較鮮 但漿男似乎不是太夠水準 也可以那麼近 我想質素一定有 不過可能要看看進度 有時跑馬也要跑進度 好,這兩匹馬二岸 我們說回偉達 大運賽他騎了 有匹馬他一直都拿來操 本來去到最後才選了大運賽 其實就是那隻金秋 他特別厲害 他人家是跑經典一里 他不是跑香港國際賽 結果又不算很頑皮 中規中矩 之前在國際賽、魚賽 他也跑得很近 這匹馬這次又怎樣 雖然偉達不騎 但實力肯定有 他2月5日也試過過大閘 同一匹事事為旺 大運賽 當時是偉達士 對,當時是偉達士 即是拿著都不放手 他在內檔放上來 那隻馬最輕鬆是他 但現在他又不騎 但有時你知道 跑馬又跑到他有幾好形勢 排一磅 他又試過在內蘭放上來 也可以 這些馬我們需要不需要 他有這樣的競賽經驗 也要預算一下,防防他 不過我想也要看清楚 他究竟那個賽職 其實在告訴大家 他跑得最好的一場 就是預賽的馬會杯 那一場他跑第五 其實他贏了什麼馬呢 就是喜連標誌 同國世界這些馬 其實其他馬 其實都沒有選過 這些香港的一級賽 很厲害的連長馬 今年喜連標誌很銳 所以如果再比較 其實今秋在現在 同場的對手 他會有更多的經驗 他似乎這方面是更好 而且他這次排的檔真的不錯 因為他也試過在內蘭放上來 放得到 其實我也對他有點疑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試閘的那一刻 是試得好的那一刻 這一定要大家留意 至於其他以外 我們剛才也提及過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場馬 有沒有馬帶開馬群 千八百會否拉得開一點 會突然步速快了 其他的馬看起來也不像 比如華美之星 我相信也會帶 上次好像試了一次 華美之星覺得怎樣 會不會失望那些 對面直路發得太快 放得差不多22秒多 大概是1600米 如果對面放22秒多 根本就不能帶回來 但這次因為加到1800米 不知道上一次是否有其他 另一匹馬放快了 但如果慢放呢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馬慢放 不知道整個局可以變了 會否覺得好像又會更好 這些馬的形勢上 就算比他慢放得到 都還有很多對手 比如大運財 所以就算步速是有利於他 他也未必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再進一步 即是似乎級數上 上次對大家來說 有點失望 對 沒有啦 看來都離不開大運財 或者事事為王 即是這些爭勝分子 這場就有很多馬 我選擇也有很多 但無論如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喜歡甚麼馬 阿楓先呢 我想大運財就不能不選 不能不選 就是一代高拍身 另外我選一隻最必勝 大摩的PB 我知道這件彩衣 你不會放手 阿涂呢 我就要一隻事事為王 上一次大家都看到他 在內蘭也是失車的 最後那一段追得不錯 加上高拍身安排這匹馬 連續跳三天 情況比較罕見 我們再要一隻將南 將南上次也是失車的馬 外地又贏過2000米 18米已經不怕 加上李保利是眼公騎士 更加好 即是兩隻失車 希望今次就不失了 可以重見光明 不過當然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潘盾 人鬥志相當好 選頭仔在我心目中 要贏這場賽事 或者會比較難 畢竟跑法比較被動 馬小隻 追了一段的力 剛才兩位拍檔都說過 可能真的用完就沒有了 也不定 但始終這匹馬 潘盾跑得熟 以及法力點掌握得好 他衝情亦足夠 贏不到也好 我相信他進來三甲 未必很難 所以都要防防他 第一節我們就談完經典杯 休息完下一節回來 第二節我們談主席短途獎